106 東方日報 紐約流浪漢酒店前集華客 2015年7月27日國際A25國際視點 美國紐約51歲中國遊客王長明 因疫,前日離開酒店時,特租一名流浪漢用木板襲擊 隨即頭破血流,行空的流浪漢事後若無其事地離開 其後被警方拘捕 警方表示,事件並非針對性阿迪斯曾有襲擊陌生人的前科 他將被控襲擊及藏有武器罪名 受傷的王長明,被骨折斷 正在當地劉伊 綜合報導